好,先看看你的新屋 哇,其实挺像的 这里应该是你睡觉的 这里是你的房子 也挺好,也很大 他获偏配的是一人单位 厅房厨师,一应俱全 其实这里也装修得七七八八 油质都油好了 轻轻分开不开心? 很热 不过,房子除了张床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就计定尺寸 准备帮他添置家具 作为入伙的礼物 要买光一点 因为听不到东西 所以看东西要特别清楚 所以我们买一些灯蛋 都要买一些特别光一点 这个正好 这个正好 喜欢这个吗? 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 要 他喜欢这个 喜欢粉红色 灯蛋,水煲 还要有一张饭桌和椅子 很漂亮 最省色剑的美华 选择的都是实而不华先要 除了家具用品 还买了什么呢? 最后我们就买了什么呢? 就是买了一些美华的心头号 买了一些花纸 可以学习如何摺纸 和买了一些粉红色的衣服 稍后你教我怎么摺纸 好吗? 好 是呀,你教我 好吗? 好 有了基本家具 还为简单布置 但房子仍然是空凉凉 为什么今天拿这么少东西来这里? 这里暂时先住住 那里旧家庭 都很想快些搬回去 所以这里放少少东西 就可以了 只顾着以前的家庭 因为那里是属于 爸爸和妈妈送给我的家 最关心的就是 为什么不推翻遗嘱 整层房子拿回来呢? 现在这个品状 为什么是追美华那四成的业权呢? 为什么不推翻那张遗嘱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相信 因为那张遗嘱看似是有两个人见证的 当时那两位人士见证 一定是证明到 陈伯当时精神状况是合适的 做这张遗嘱 他才会被他签名的 如果我们真的追翻那张遗嘱 我们要有很强而有力的证据 才可以推翻的 所以他就不能够随便被人踢走到他的家 他就应该是可以得到一个平静的享用权 如果被人辞绝了 他就可以向相关的人士追讨一些赔偿 你说赔偿要多少呢? 要视乎究竟受影响的人士 去损失了些什么 举个例子 他睡了越久的 或者有人不让他去单位越久的 他的损失是最大的 这里是我家 我会拿回我家的 不是鞋 应该叫阿娟走才对 我要拿回家